第782章 收获泼风 望着出现在面前的美毒沙 萧嫣也是轻松泪口气 对方强者太多 若她真是要拼命闯的话 自然也是能够离开 不过那却是要在施展佛怒火莲搞死一堆人的前提而下 可一旦施展佛怒火莲 萧嫣也是会大感虚弱 若是中途再出现什么其他状况 可就没了多少自保之力 你那边搞定了 目光在四处扫了扫 萧嫣快声问道 美毒沙淡淡地点了点头 对付燕落天并未费太大的力气 甚至顺利地出乎她的意料 不过能让那个家伙在最畅快的时候死去 也算是对得起她那斗宗的实力了 你先走 我来断后 再拖延一会儿 恐怕惊艳中的强者也会杀过来了 拼过头 美毒沙对着萧嫣道 萧嫣略为迟疑 旋即一点头 也不再废话 身形一动 便是直接对着那包围一圈之外暴冲而去 美毒沙的出现 无疑是令得在场的那些木兰谷强者 脸色变得难看了许多 将近一年的交手 他们自然是极为清楚前者的强横 若是说以前的话 凭借三寿盲欢诀 木兰三老还能与之抗衡一二 可如今三人缺一 功法则是彻底地失去了效果 想要凭借窦黄巅峰实力与美毒沙交手 无疑是不可能的事 美毒沙美眸淡漠地在木兰二老身上扫过 牵手以我 一柄七彩蛇剑便是闪现而出 眼中夺过些许凶盲 身形一动 便是宛如鬼门一弯地对着两人夺取 拦住他 见到美毒沙的举动 那木兰二老脸色顿时大变 急声喝道 他们也非常清楚 一二人此刻的实力 根本就不可能是美毒沙的对手 失去了三寿盲欢诀的他们 便只能是寻常斗黄巅峰强者而已 听得木兰二老的贺声那周围木兰谷强者在迟疑了一下之后 只得狠狠一咬牙 然后对着美毒沙暴冲而去 体内斗气湿染到极致 在夜空中带起一道道撕裂空气的尖锐声响 对于那些四面八方暴躲而来的攻击 美毒沙脸色却是没有丝毫变化 手印一动 顿时无数道七彩能量匹炼 自体内暴涌而出 最后宛如无数七彩巨蛇般暴躲而出 与那一道道攻击撞击在一起 带起响彻不休的惊雷炸响声 剧烈的能量爆炸气浪在半空阔而出 一些实力稍差的木兰谷强者 在这股气量的攻击下便是脸色苍白 旋起惊骇的急忙后退 面对着如此众多的强者围攻 可依然是未曾对美毒沙造成丝毫阻碍 斗宗强者果然非同一般呢 而与他相比 硝烟无疑则是要显得略险狼狈 虽然他名义上在权力施展下能够与斗宗强者一战 可那也是在必须接近权力的前提下 而且一战之后 自己即便是能够好运的不受重伤 也适得进入衰弱期 不管硝烟拥有着何等强悍斗技 可毕竟本身实力只是一星斗皇 与真正的斗宗强者比起来 依然是有着极大的差距 木兰古众强者联手 并未令得美毒沙身形出现停滞 因此其身形几个闪躲 便是出现在了急速后退的木兰二老身旁 摇曳精致的翘脸之上 流露出一抹森凉之色 见到美毒沙如此迅速的 便是闯进了这么多强者的阻拦 木兰二老也是脸色巨变 身形后腿间 猛的一声怒吼 旋即二人双手互搭 浓郁的血色能量在拳头之上汇聚 瞬间后 猛的带起一股暴虑的血红进风 狠狠地对着美毒沙袭击而去 目光淡漠的望着垂死扔扎的两人 美毒沙牵手移动 轻飘飘地与两人拳头撞在一起 旋即七彩能量 扑天盖地地倾洒而出 看似轻巧地碰撞 可那木兰二老却是浑身一阵俱颤 旋即如遭受重击一般的 身体擦着地面倒射出去 鲜血自嘴中狂叛而出 没有了三寿蛮荒诀 你们不是本王的义和之将 望着那仅仅一击 便是如此狼狈的木兰二老 美毒沙不由地冷笑了一声 脚掌在地面上擦出一道长长痕迹 木兰二老脸庞之上也尽是悍然 身体刚刚稳住 几乎是不约而同般 猛得两人分开逃窜 然而两人身形刚刚转动 一道七彩寒芒瞬间而至 宣继夹杂着灵力剑芒 静止从一人后背新处穿透而出 带起一道雪剑 最后一名木兰长老眼角瞟见那标射的雪剑 心头惊骇更浓 没想到以他们的实力 竟然在美毒沙手中如同杀鸡般轻松 斗冬实力果然恐怖 在心头惊骇的催动下 那名木兰长老逃窜速度更是猛然加快 然而就在某一刻 其身形突然凝固 脸庞之上的惊骇也是停滞在这一刻 略有些艰难的缓缓低头 却是见到胸前 一截锋利的剑筋 正带着阴红血迹 吞吐而出 眼中的生机在剑筋鲜血的滴落下迅速消散 最后一名木兰长老的身体 也终于是在周围 那无视到惊骇的目光中 轰然倒塌 手中七彩蛇剑 缓缓消散 美毒沙冷门的目光 缓缓扫动 而随着其目光的扫动 周围那些木兰谷强者 却皆是满脸惊骇的鸡妈后腿 在他们心中 美毒沙几乎便是犹如一尊凶神般 这才短短几个回合 便是直接将两名斗红巅峰强者击杀 这种手段实在是很辣 收回目光 美毒沙直接弯身 当着无顺的面 将那木兰谷长老手指上的纳戒扯下 然后再缓缓地走回去 将另外一名长老纳戒也是取下 做完这些 这才缓缓腾空 身形化为一道流光 对着营地之外夺去 而在美毒沙这极端 嚣张的行径之下 那些木兰谷强者 竟然是无一人敢出手阻拦 因为他们也知道 在一名斗宗强者手中 他们根本就没有丝毫地还手之力 而今夜 木兰谷无疑是损失惨重 整个营地在硝烟与美毒沙手下 血流成河 一路毫无阻碍地冲出营地 美毒沙一眼便是见到 停留在半空的硝烟 而后者见到她 明显也是松了一口气 玄机迅速说道 快走 金眼尊的强者快追过来了 文言 美毒沙目光瞟了瞟西面方向 那边一道道充斥着怒吼声的流光 正在迅速地冲突而来 显然那些金眼宗的人 也是发现了他们宗主已经毙命了 微微点了点头 美毒沙身形移动 出现在萧岩身旁 宣记牵手一探 在萧岩那略感恶然的目光中 将其手臂抓住 宣记两人犹如夜空中的流星般 对着城市之外闪电般得多飞而去 有着美毒沙那恐怖气息的弥漫 那些守护城墙的一些强者 虽然心中极为惊怒 可却同样是不敢随意出手 因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二人冲出城市 最后消失在遥远的夜空之中 而就在萧岩与美毒沙刚刚出城 一股磅礴气息 也是突然从城中心独宗所在的方位 弥漫而出 但这股气息在发现追忆不及之后 也只能不甘地迅速撤回 城市远处的夜空中 两道人影缓缓止住 望着并无追兵追来 皆是轻松了一口气 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萧岩脸庞上涌现一抹笑容 今夜可当真是够刺激啊 两名斗宗强者的毕命 足以令金燕宗与木兰谷为之发狂 日后怕也是没那胆子 再来攻打加马帝国了 你没事吧 偏过头 萧岩望着 亲手正轻轻了开 飘落在额前的一缕青丝的美豆沙 轻声问道 话语中的那份关切 倒是毫不掩饰 只要那小医仙不出手 这城市中 倒是无人能拦我 听得萧岩的话 美豆沙微微摇了摇头 不知不觉间 其美眸中的那份寒意 正在悄然退散 萧岩笑了笑 刚与说话 却是听得下方山林之中 传来一阵骚动 萧岐便是大批人影悬空而立 目光一瞟 却并非是追兵 而是埋伏在此的海伯东等人 现身的海伯东等人 见到萧岩两人安然无恙 皆是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前者笑问道 怎么样 我们刚才见到城中乱了起来 刚想冲进去接应你们呢 大事已成 最后的隐患 算是彻底拔除了 萧岩笑着点了点头 说道 文言 海伯东等人脸庞之上 皆是涌现一抹难以掩饰的喜悦 彼此对视 发出一道低声的欢呼 瞧得众人如此兴奋 萧岩也是笑了笑 将那枚塞进怀中的那戒取出 略微把玩了一下 然后灵魂力量浸入其中 片刻后手掌一翻 一卷由森白兽骨 所制成的卷轴出现在其手中 兽骨之上 几个宛如鲜血凝聚的血字 刺眼闪现 三寿盲昏绝 而望着这卷兽骨卷轴 萧岩忍不住的舔了舔嘴 难怪那两个老家伙 尽到自己的举动会如此的疯狂 原来是因为这个东西 第783章 天雁九行义 望着手中这卷白骨卷轴 萧岩眼中也是有着一抹 难以掩饰的惊喜 对于那木兰三老所修习的 三寿盲欢绝 他可是颇为垂涎 没想到今天居然真的 能够弄到手中 可当真是一份意外之喜 手掌小心地将白骨卷轴 摊开 萧岩目光扫过 片刻后 眉头确实微微皱了起来 怎么 一旁的美杜莎 见到他这般模样 不由得开口问道 哎 虽然的确是三寿盲欢绝 可惜啊 却只是其中的一份 按照这上面所说 三寿盲欢绝分为三份 而这只是其中之一 即便是得到了 也是没有什么效果 萧岩摇了摇头 颇为遗憾地探到 文言美杜莎略为迟疑了一下 从怀中取出两枚纳戒 将之递于萧岩 说道 这是另外两位木兰长老的纳戒 你找找看 其中有没有剩余的两份 你也将那两个老家伙也解决了 瞧得美杜莎手中的纳戒 萧岩也是颇为惊讶的道 美杜莎轻描淡写地点了点头 那模样就像是刚刚杀的 并非是两名斗狂巅峰的强者 而是两只无关轻重的鸡一般 见状萧岩不由得苦笑了一声 自己与他果然还是有着一些差距啊 伸手将两枚纳戒取过 萧岩灵魂力量探入其中 如今木兰三老皆已毙命 这纳戒之上残存的灵魂印记 自然也是不堪一击 因此萧岩的灵魂力量 极为顺利地闯入其中 并且迅速地扫描而过 随着灵魂力量的扫描 片刻后萧岩眼中 突然涌上一抹狂喜 手掌一动 两卷白骨卷轴 便是出现在了其手中 而这两卷卷轴之上 都是有着相同的血红大字 三首盲昏绝 小心地将这两卷白骨卷轴摊开 萧岩仔细言读 半少后终于是忍不住的大笑出声 手一晃便是将三卷白骨卷轴收入纳戒之中 今天能够有着这种收获 简直出乎她的意料 见到萧岩脸上的笑容 美杜莎脸颊上也是露出一抹淡淡笑容 宣记再度从纳戒中取出一卷金黄色的卷轴 递于萧岩 这是从燕落贴身上得来的 应该算得上是金燕宗的不传之谜 你若是休息成功 对你的好处不小 有些惊讶地接过桌卷金色卷轴 萧岩将之缓缓摊开 顿时几个金灿灿的大字 并是映入眼中 天燕九行翼 飞行斗技 乔德这几个字消炎顿时一愣 有些惊讶地道 如今的他已经是斗皇级别的强者 寻常的飞行斗技 根本就难以比得上斗戏双翼的速度 到了他这种实力 飞行斗技似乎已经没有了太多的作用 这并非是普通的飞行斗技 记得燕落天那种犹如十字般的巨翼吗 便是修习了这个东西的缘故 金燕宗最擅长的是速度 若那个家伙真要逃起来 即便是我都追不上 而这则全是这天燕九行翼的缘故 似是知道萧岩心中所想 梅杜莎轻声解释道 其实与其说是飞行斗技的话 还不如说是一种飞行斗技的制作方法 飞行斗技的制作方法 听到此处 萧岩眼中也是闪过一抹惊异 飞行斗技在斗气大陆之上颇为罕见 其制作方法也大多都失传了 没想到这金燕宗竟然还有所保留 不过如果真如美杜莎所说的话 这卷卷轴的价值竟然不会低于三寿盲欢诀 而且从这等级上来看 这天燕九行翼明显比自己的紫云翼要高上许多 速度之上自然也是难以相提并论 这东西对你也有不小的效果吧 握着这卷卷轴 萧岩望着美杜莎的脸颊 突然问道 既然连燕落天哲等斗宗强者都在修炼 那么想必这天燕九行翼 对斗宗强者也是有着不小的作用 文言美杜莎略为迟疑 玄济微微点头 说道 这天燕九行翼若是使用一些高阶材料制作 那做出来的飞行翼对我的确有着一些好处 但若是寻常材料所致 那么效果不大 萧岩笑了笑 这才将卷轴收入纳界 笑道 那既然如此 那我便先行保管这东西 等凑齐了一些材料 便先帮你制作一个对你有用的飞行椅 美杜莎青笑了笑 此次倒是微微点了点头 既然事情都已经解决了 那么我们便回黑山要塞吧 想必大哥他们也等着急了 萧岩转过头 冲着身后不远处的海伯东等人笑道 对于他的话 海伯东等人自然是没有一意 使人族的那帮家伙虽然不平衡 可是在美杜莎面前 却依然是不敢表露出丝毫的不满 只是一些家伙 却在心中嘀咕道 混蛋小子 等大统领从塔格尔大沙漠回来 看你还敢不敢 跟在美杜莎殿下的身旁 萧岩自然是不知道 这些家伙心中的想法 因此手掌一挥 便是率先的展动身形 对着亨山药塞所在的地方飞躲而去 其后 大批强者紧随其后 萧岩等人的顺利归来 自然是令得萧鼎大松了一口气 特别是在听得此行目标皆是毕命之后 平静的脸庞之上 也是溜溜出些许的难以掩饰的喜意 拔出了这两个最令的人头痛的家伙 那阎蒙便是能够得到一段宝贵的修养生息的时间 失去了燕落天木兰三老的金兰宗与木兰谷 即便是心中对阎蒙恨之入骨 没有了斗宗强者这般震慑般的力量 定然也是不敢再像此次这般兴师动众 而反观炎盟不仅有着萧岩这位能与斗宗一战的盟主 而且还有着美毒沙这位货真价实的斗宗强者 在巅峰强者的层次中已经超过了金燕宗木兰谷 若是中间强者再多一些 便是足以从各种方面超越这两大宗门了 虽说放眼庞大的西北地域 金燕宗与木兰谷皆是算不得什么一流的势力 可至少比起当年的云兰宗是强了许多 能够将这些往日连云兰宗都不敢招惹的存在 搞得如此狼狈 足以证明阎蒙的强大 而假以时日 萧岩有着信心定然会使得阎蒙 成为这西北地域数一数二的强大势力 而到时候 相必即便是面对着魂殿这种庞然大物 也会有了一丝抵抗之力 这场来的极为突兀的暗杀 自然也是彻底的将金燕宗与木兰谷打傻了去 据阎蒙探子所报 就在暗杀成功之后的第三天 两宗的精锐强者便是抵达而至 然而当他们发现宗内最为强横的战力 去已是早已被人拔除之后 顿时全部都是如遭重击一般的呆滞了下去 失去了燕洛天与木兰三老 也正如萧妍等人所料 赶来的这些精锐强者 虽然心中怒火中烧 可却是不敢采取丝毫的举动 一时间便是陷入了僵持之中 而这种僵持在族宗突然宣布退出联盟时 终于是为之打破 金燕宗与木兰谷对族宗的这般举动 自然是极度不满 可失去了燕洛天与木兰三老这两位斗宗强者 他们在整体实力面前已经比不上独宗 因此即便所有人都是一肚子火 可最后却依然只能极为不甘地带着人 各自狼狈地回归帝国 至于在回去之后 他们的宗门会遭受到何种激烈的冲击 便是他们自己的事了 而随着三宗的退去 此次危机整个加玛帝国的大动乱 终于是彻底消散 无数加玛帝国人在举国欢庆时 阎盟这个新兴的联盟 也是彻底地映入了每一个帝国人的心中 此时的阎盟方才在这些国人心中 完全地取代了以往云南宗的地位 而随着战乱的平息 加玛帝国边境也是如见的平稳而下 对于蛇人族 帝国也是履行了承诺 将靠近魔兽山脉的一片烟凉区域 划分给了蛇人族 在得到了一块繁衍之地后 蛇人族心中对加玛帝国人的那份介意 也是稍减了许多 或许随着日后的摩合 蛇人族也将会成为加玛帝国的一方强悍势力 而加玛帝国的实力也将会因此而大增 再加上硝烟和美杜莎之间的关系 阎盟或许也将是会从中得到难以估量的好处 第七百八十四章 云山之上 荀尔 随着帝国的安定 硝烟的生活也是逐渐的变得安静了许多 偶尔修炼 有空时啊 并是在阎盟之内的丹堂之中 当着众多炼药师的面 动手炼制一下丹药 在博德满堂喝彩之时 也是令得那些心高气傲的炼药师们 真正的认定了他这个盟主 虽说在这场战斗中 对于硝烟的战斗力 丹堂之中的炼药师已经颇为了解 但身为炼药师 最为看重的自然便是炼丹术 而硝烟想要令得他们折服 自然也是必须拿出杰出的炼药术方才可能 当然要被炼药术 硝烟在这个加玛帝国还真的是不会怕过谁 以他如今的炼药术 足以炼制六品丹药 这在加玛帝国之中 除了丹王骨盒之外 恐怕也就法马能够勉强炼制了 而在这段时间中 小一仙也并没有发来消息 不过硝烟倒是知道 如今的他定然已经派出了无数人手 四处搜寻那控制恶难毒体的材料 一旦他有所情报 必然也会通知硝烟 到时候恐怕又是要麻烦一通了 而随着所有事情的平息而下 因为蛇人族改变繁衍之地的大事 美独沙身为组长 自然是要亲自前去掌舵 因此在回了加玛帝国之后不久 他便是暂时与硝烟告别 带着众多的蛇人大举迁移 最后停留在了靠近魔兽山脉的那一大片区域 开始建造新的繁衍之地 而在这般忙碌中 自然也就没有时间再跟在硝烟身旁 如此一来 习惯了那种生活的硝烟 导致了有些感到不自在了起来 似乎从迦南学院的那院出来之后 美独沙便是一直跟在了自己身旁 不过起初 他是抱着杀心而来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硝烟能够感觉到 他心中的那份杀意也是日益减弱 道德现在时 恐怕已经早已不复存在了 平日别人总是伴随在身旁 他倒是神经大条的未曾觉察 可如今一走 顿时便是感觉少了一点什么东西 心头略有种空荡荡的感觉 而在发现了自己这一情绪之后 他又是颇为懊恼 因为他想起了 那如今不知去向的勋儿 那个平日温柔动人的少女 久游如春水一般 不知不觉地浸入人心 最后深深地印刻在内心深处 不论如何都是甩之不掉 而一想到那个略带着一丝神秘的青雅少女 萧嫣便是会忍不住地停下了手中动作 目光茫然四顾 却是竟然不知道究竟该投向哪一个方向 一时间只能黯然一叹 低声难难道 轻儿等着我 我会尽快地达到动宗级别 然后便去找你 不管你的族究竟是何等的可怕 但我从未有所胆怯 云雾营绕的陡峭山峰 窈窕青影 在雾气之中若隐若现 千细的腰枝犹如柳叶般 不足盈盈一物 三千青丝随意用一截淡紫色的束带束着 惊风吹来青丝飘飘 令得少女有种脱俗的清雅气质 少女眼眸微闭 片刻后终于是缓缓睁开 而随着其眼眸的睁开 周遭雾气也顿时自动迅速散去 旋即这片山顶 便是变得清澈可见了起来 灵老 回来了吗 少女并未回头 红韵小嘴青吐 一道空灵的银铃般的清脆声音 便是在山顶之上回荡而起 而随着她声音的落下 一处山石之下的阴影 顿时诡异地蠕动了起来 玄机化为一道苍老身影 赫然便是灵影 现出身来 灵影冲着少女恭敬完身 小姐 怎么样 有她的消息了吗 少女从石台上做起 转过身来 露出那张透着一股 青年脱俗气质的微笑脸颊 此刻 那平日始终难以有多少波动的声音中 居然是多了一分迫不及待 而那张脸颊 除了那让的消炎朝思夜下的熏儿之外 还能是谁 去熏儿离开消炎 大约是有了三四年的时间了 而在这几年中 熏儿明显也是变得成熟了不少 如今的她 比起当年的少女 少了一分青涩 多了一分源自灵魂深处的淡然如水 不过 不管她如何变化 却依旧是有着一点旧东西保持 那便是在听见 与那个名字有关的消息时 古井乌波的心境 会荡漾出一圈圈涟漪 或许也正如灵影当初所预料 熏儿的内心深处 将会永远的有着一道影子的存在 这道影子即便是族长大老爷的威压 也是难以将之抹除 清楚地听出了 熏儿话语之中的那分急切 灵影心中也是一叹 几年了 她还是只有在听见消炎少爷的事情时 方才会真正的如同寻商少女一般 寻商那般不动如山的平静 倒是如同那些修炼了好多年的老妖怪般 高深莫测是达到了 可却是少了几分少女该有的活泼 当然知道熏儿身份地位的她 也自然是明白 她根本就不可能与寻常少女一样 她的身份注定了她不会平反 而能够配得上她的男子 定然也将会是大陆之上最为优秀之人 就是不知道 消炎能否走到这一步 心中闪过这些念头 灵影面上却是寻着溺爱之色 微笑着点了点头 旋即将她这段时间费尽心机 才请人打听的一些关于消炎的消息说了出来 静静地听着那从灵影嘴中传出的消息 熏儿微微抿着小嘴 那对犹如会说话一般的毛子轻轻闪动着 没想到短短四年时间 消炎哥哥也是达到了洞皇界别 真令熏儿意外 炎蒙 倒真是个好名字 没想到消炎哥哥真能将允兰宗取耳代之 在灵影话语逐渐完毕时 熏儿那张精致的脸颊上 露出一抹清雅微笑 玉纸撩开额前的飘落的青丝淡淡地说道 没想到魂殿依然还是动手了 那位耀尘老先生 当年也与我族有过一点交集 或许他应该也知道了我的身份 就是不知是否有没有告诉消炎哥哥 应该不会 你也该知道 让消炎少爷太早知道您的身份 对他并不好 灵影沉吟道 灵朗 尽量派人搜寻一下魂殿的所在 看来 当年消叔叔的事 也是他们动得受教 熏儿偏过头 声音略显清冷的道 文言 灵影略为迟疑了一下 说道 好吧 此事我会暗中进行 尽量搜寻 不过那魂殿也诡异得很 除了少数的人知道总部所在 就连我们族中也是少有人知道 即便我们与他们大大小小的已战斗了不少次 熏儿微微点头 眼瞼微垂 那清澈眼眸之中突然掠过一抹冷意 心中缓缓地道 魂殿 虽然知道你们极想得到萧家的那块驼蛇谷地狱 可千万不要让它有所损伤 否则的话 不论如何 我也会让你们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破到最后 熏儿眼眸猛然涌向金色火焰 而随着火焰的涌现 其身旁的一块巨大岩石 顿时在一道诡异的波动中 悄无声息地化为一片虚无 见到熏儿眼中涌现的金色火焰 灵影心中也是一灵 以她对前者的熟悉自然也是知道 除非是心中真的犯起了杀意或者愤怒之时 那深藏在其灵魂深处的那东西才会破体而出 灵影倒是没有想到 三四年的时间未曾相见 熏儿不均对硝烟未曾有着丝毫的模糊 而且那份情感却是在时间的流逝中 越加的深邃与浑厚 唉 那小子 或许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沾了多大的福气 能让小姐如此记挂在心中的人 若是传了出去 恐怕你那阎盟连带着加玛帝国 一天之内便是会顷刻毁灭 所以呀为了小姐努力修炼吧 现在的你虽已知斗黄 可却依然还不够啊 心中一声长叹 灵影在心中按道 哦 对了 突然间似是想起了什么 灵影脸色微微变了变 目光盯着硝烟小心地说道 据我所知 因为小姐并未从硝家带回那一块钥匙的远古 因此族中经过几次争议 终于是决定派人赶往加玛帝国 从硝家手中寻找出那份钥匙 灵影话音刚刚落下 一股恐怖气势突然自面前抱涌而出 而其身形也是被震得急忙后退 抬起头来不由得一脸惊骇 此刻的熏儿脚掌离第三尺 脸色冰寒 璀璨的金色火焰 犹如液体一般地在周围流转 而在那金色火焰的流转间 周围的身时竟然是诡异的逐渐虚化 那模样就像是为什么无形巨兽 一口吞噬了一般 熏儿脸色如冰雪一般寒冷 他瞥了灵影一眼 也不说话 前腰一扭 便是猛然对着山峰之下抱奴而去 望着熏儿迅速消失的身影 灵影招了张嘴 玄机苦笑摇头 目光摇摇望向西边天际 苦笑道 第七百八十五章 丹塔 阎盟总部设立在加玛帝国 最为帝国最为强大的势力 阎盟如今的规模 自然也是远超一年之前 庞大的帝国中心部分 几乎有着三分之一的区域 尽数是阎盟各个麾下的部门 分工明确的同时 也是在为阎盟制造越加强横的力量 丹塔这是阎盟之内一个颇为重要的部门 从这里每天都是能够运送出众多各种丹药 然后这些丹药送达商堂 经过米特尔家族的渠道 迅速的销售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之中 如今的阎盟几乎已经算是彻底的深入了帝国之中 而加玛帝国的人也是开始熟悉 与了解这个新兴的庞然大物 一些原本还在观望的势力 此刻也是不免纷纷投靠 按照这个趋势下去 谁都知道 阎盟定然将会远远超越 当初云兰宗在帝国内的地位与声望 班堂坐落在靠近帝都中心部位 每天都有着来自帝国各处的炼药师 驻扎于此 如今的这里 几乎已经成为了炼药师最大的交易所 各种各样的珍稀药材 乃至奇异药方 都是会随时出现 毕竟诺大的加玛帝国 一些人际罕至的深山中 也是藏了不少好东西啊 一些人偶尔得到 若是不适合 自然是要拿出来换取的 而且由于这场与三大帝国战争的缘故 加玛帝国与阎盟的名声 也开始在这西北地域扩散开来 而且再加上一些帝国新出的政策 导致也是有着越来越多的其他帝国之人 也是颇为好奇的 赶往这个以前有些封闭的帝国 一时间加玛帝国的繁荣程度 也是远超往年 而如今阎盟的丹唐繁华程度 也自然是远超他的前身 炼药师工会 与丹唐那喧哗的交易厅不同 在他的身处 却是一连片的幽静炼药室 这里是专门配置给阎盟炼药师 炼制丹药的地方 每一间炼药师之外 都是有着一男一女的随从而立 其中炼药师若是需要什么传话 或者其他一些小事情 这些随从会立马地将这些事情办得妥妥当当 在这片炼药室的中心地带 有一些使用稀少的紫盐所住的炼药室 这些材料有着一些封锁温度外泄的特效 用来建造炼药室最为合适 不过由于其稀少的程度 很少有炼药师能够单独建立 当然以如今炎盟的财大气粗 建造几间高级炼药室 当然是没有多少问题 而这些高级炼药室 则是只有单堂之中的一些 等级达到了四品以上的炼药师 方才能够使用 而寻常炼药师 也只能使用外围的那些寻常炼药室 这种需要等级般的划分 虽然刚开始引起了一些炼药师的小小不满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带得他们适应过之后 更多的却是有了一个动力指标般 平日勤奋修炼炼药术 以盼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够进入其中 感受一下那高级炼药室的种种好处 在这片高级炼药室最为中央处 一间颜色格外深紫的炼药室耸立着 这里只有着硝烟 法马 以及一些达到五品的高级炼药师 才有资格进入 而这里一般说来 已经算的是单堂进士 寻常人或者炼药师 一般都是严禁靠近 在这座防守格外森严的炼药室之中 浓郁的丹香萦绕不散 化为一片片色泽不同的雾气四处飘散 在中央位置有着一个石台 石台之上摆放着好几尊硕大的药顶 药顶之内燃烧着熊熊火焰 炙热的湿度不断地扩散而出 将这炼药室熏得犹如烤炉一般 在石台周围几道人影耸立着 目光略显凝重地注视着药顶之内 而随着他们手中厌洁的变动 药顶之内火焰也是听话的随之涌动 樊腾间露出其中正在被裂化的各种材料 盟主这让丰功炼制之法 可真是有着不小的作用 这士生丹原本凭他们这些无品炼药师 颇难炼制成功 然而如今联手炼制 成功率倒是提升了不少 若是等待他们以后更加默契的时候 想必成功率会再次上升的 而早时候 这士生丹的炼制速度也能提升不少 法马笑眯眯的望着那几个药顶之中翻腾的药材 微微点了点头 冲着一旁的硝烟笑着道 硝烟目光紧盯着那几个药顶之中 也是笑了笑 炼制这士生丹 以他们这些无品炼药师的实力 若是顺利的话 大概五天时间能够炼制出一枚 当然这还是没有排除掉 若是失败的前提 若是将这些也算进去 恐怕至少也是要半个月时间 才能炼制出一枚士生丹 当然 以无品炼药师的实力 炼制士生丹 消耗实在是太大 依次性自然是难以炼制成功 所以在这炼药师之中 有这两批一共六名无品炼药师随时待命 两批人员轮流炼制 如此一来 也是能够令到他们持续的坚持下去 不过 这种接手之间的转换 自然是需要 彼此间的极为默契的配合 而为了达到这个默契程度 也是不知道 毁了多少药材了 如今 士生丹成功炼制了两枚 暂时交给了海老八管 死士的培养 也要开始着手进行了 萧炎偏过头 冲着一旁 覆手而立的海波东 笑着道 死士挑选自然没有问题 只要士生丹能够跟上 半年之内 我阎蒙应该会多出十名斗亡强者 海老俯着胡锡鱼微笑道 炼制速度 我们会尽快提升一些 我与砝码会长若是有空闲 也会出手炼制 不过 我在阎蒙不会留太久的时间 或许再等一段时间 便是会离开一趟 而到时候 一切便只能依靠法马长老了 萧炎沉吟道 小一些那边若是传来消息 他定然要赶过去 到时候 加马帝国的事 便只能交给大哥 以及海老 法马长老等人了 而且 他也并不会一直窝在加马帝国 斗气大陆如此之大 强者无数 与建立势力相比 萧炎更喜欢的是游历大陆 在游历中提升自己的实力 若非是因为萧家需要保护力量 这炎蒙他也并不会 如此大费心机地创建 再者 如今的加马帝国 对于他实力的提升 已经没有了太大的效果 只有放眼那辽阔的斗气大陆 方才能让得他 最为迅速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而解救要老 父亲乃至前去寻找勋儿 这时皆是需要强大的实力作为底气 方才有可能实现 所以 现在的萧炎对于实力 有着莫名的渴望 如今的他 只能尽快地将严蒙一些大事 安排妥当 然后他便是能够安心离开 对于那强者林立的斗气大陆 萧炎心中有着莫名的期待 老夫自然是会接近所能 不过其实这种事 加马帝国中 还有一个人比我更加适合 若是由他来主持 炼制这士生丹的话 恐怕效率将会提升一倍之多 法马笑了笑 玄机说道 哦 是谁 文言硝烟一正 略感诧异地问道 丹王骨盒 法马迟疑了一下 缓缓地说道 听得这个名字 萧炎微微皱眉 玄机点了点头 说道 丹王骨盒的炼药术 倒是的确毋庸置疑 但以我和他的关系 想要他来帮忙 或许有些不太可能吧 虽然盟主与骨盒有一点过绝 但你们也并非是小肚鸡肠之人 因此倒并不算是什么敌人 骨盒的脾气略微有些傲 但要让他加入丹堂帮忙 也并非是不可能 法马笑了笑 说道 法马会长有办法吗 萧炎惊讶地问道 对于丹王骨盒 他自然是明白 后者也是一个 在炼药树上 极为有天赋的人 不过也正是他天赋如此之强 想要将之收入麾下 方才是显得极为困难 这种人可无像是那种 甘心居于人下的人 若真是有机会 邀请丹王骨盒加入丹堂 那萧炎也是能够彻底地 放心地离开了 蒙主可知道 斗气大陆之上 有着一个被无数炼药师推崇 名为丹堂的自由组织吗 法马笑着问道 丹堂 听得这个名字 萧炎眉头微皱 不知为何略感熟悉 可却是想不起来细致的内容 丹堂是一个由大陆炼药师 自由组织的势力 这个势力很久之前便是存在 甚至于连炼药师的等级系统 都是由他们所创造 虽然这个组织略显松散 可声望却是极度可怕 整个斗气大陆 恐怕也没有几个势力乐意招惹他 不过丹堂虽然外部松散 可却是有着一股核心的精锐人员 而这些人呢 无疑不是斗气大陆之上 声名赫赫的炼药宗师 而骨盒的愿望便是能够加入 丹堂修炼 法马轻笑道 但是想加入丹堂修炼 便是需要一方足够分量的炼药师组织 联名推荐 当年的骨盒呀 便是因此来找过我们炼药师工会 但是以我们炼药师工会的实力 在加玛帝国或许还能拿得出手 可放眼大陆却是根本没有多少人会理会 而那丹堂的推荐资格 自然也是不具资格 所以我当初也只能拒绝 如今的丹堂 潜力明显比炼药师工会更强 我相信或许不久之后 丹堂能够具备那种资格 而若是盟主以这个前去和骨盒相谈 我想他应该会答应加入丹堂的 文言硝烟摸索着下巴 目光在那些大汗淋漓的 无品炼药师身上扫过 片刻后微微点了点头 嗯 可以试试 第七百八十六章 招揽骨盒 对于法马所说 硝烟很感兴趣 或者说对让骨盒加入严盟 他极感兴趣 因此在第二天清晨 他便是令法马带路 带上海拨东 直接赶往了骨盒所居住之地 在当初云兰宗解散之后 骨盒自然也是离开了云兰宗 不过他却并未离开加玛帝国 而是在距离云兰宗不远的一处 僻静的山脉之中选择了隐居 而那里也正是硝烟一行人此行的目的地 骨盒所隐居之地 这突然出现的几人 也是明显愣了愣 带得其目光转到硝烟脸庞时 方才愕然道 硝烟 你来此处干什么 对于硝烟 柳玲心中有着一种颇为复杂的感觉 想当年两人都是相差不多 然而如今 他还只是一个正在为无品之街奋斗的四品炼药师 而前者却是已经有了足以和老师骨盒相抗衡的实力 这种差距自然是领着他有些颓奋的感觉 哈哈 柳兄 还请麻烦通报一身骨盒大师 就说硝烟求见 硝烟冲着柳玲微微一笑 颇为客气的道 听得硝烟这般客气的话语 柳玲迟疑了一下 倒并未拒绝 微微点头 彼此转身走向茅屋 对于现在硝烟在加玛帝国的地位 他也是颇为清楚 自然也是知道 现在的硝烟呢 可不再是当年那个没有多大背景的少年了 目送着柳玲进入茅屋 硝烟几人的目光四处扫了扫 玄迹暗自点头 这骨盒可真会挑地方 此处地处偏僻 人际罕至 一般很少有人能够到此 用来隐居 看来也算是一个好地方 在几人打量这四周之时 那茅屋房门也是缓缓打开 旋即一道人影缓步走出 目光淡淡地望了往硝烟等人 说道 你们竟然能够找到这里来 看来如今阎盟的势力 果然是遍布了加玛帝国呀 就是不知道 今天是来找麻烦的 还是有其他之事 现身之人啊 自然便是已经销声匿迹 许久的丹王骨盒 而在其身后 柳玲也是攻身而立 目光在硝烟等人身上扫了扫 似是有些疑惑 他们此行的目的 你这家伙 还是那副讨人厌的样子 文言法马不由地摇了摇头 笑骂道 肯定是你这个老家伙 带人来的吧 骨盒撇了法马一眼 玄境目光顿在硝烟身上 淡淡地说道 阎盟盟主 有事便说吧 我今天可还有一块药田 没有打理 若是没有事的话 并不陪你们就呆了 法马长老说过 骨盒大师并非是小肚鸡肠之人 既然如此 我也就不遮遮掩掩的了 此次前来 主要是想邀请大师加入 严蒙丹堂 肖炎微微笑了笑 也并没有扯那些无关己要的东西 直接是开门见山地说道 他知道对于骨盒这种人 说话遮遮掩掩掩吞吞吐吐 反而会令得对方心中不耐 加入炎蒙 文言 骨盒脸庞之上 顿时浮现一抹古怪之色 玄机懒散地推了推手 说道 算了 现在这生活我挺喜欢的 并不去那些大势力凑热闹了 吵吵闹闹的 反而令人烦躁 唉 你这家伙 你不是想进入丹塔修行吗 如今的丹堂潜力 可远比念要时工会强 你若是能加入的话 日后这个愿望 想必不是什么难事 健壮 法马不由得 无奈地说道 你这老家伙 少拿这个引语 你不要还真以为 我是没有其他路子 进入丹堂吗 若非我认为 我是加马帝国的人 只要离开这里 凭我的炼药术 你认为没有别的 一些强悍的炼药组织 招揽我不成吗 骨盒撇了撇嘴 冷声道 文言法马不由得哑然 有些尴尬地望着消炎 他自然是知道 以骨盒的炼药术 即便是放眼斗气大怒 随便到哪里 定然也会有人招揽 毕竟六匹炼药师 可不是那种满地的大陆货色 见到这位法马 说声不小的诱惑条件 结果对骨盒没有半点吸引力 硝烟也是不由得有些无语 这个老家伙 果然不靠谱 骨盒大师 如此说来 你对帝国之外的 其他炼药师组织 并没有太大兴趣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考虑一下炎蒙呢 难道是因为你我之间的奸细吗 目光转向骨盒 萧炎缓缓地道 微眯着毛子望着萧炎 骨盒声音突然平淡地说道 你很想让我加入炎蒙 以骨盒大师的炼药术 我想任何一个势力 都不会随意放过 萧炎摊了摊手 笑道 我跟你走 也并非不可能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缓缓地在萧炎身上扫过 片刻后 骨盒眼睛一眯 说道 什么条件 萧炎眉头一挑 并未一口答应 而是谨慎地问道 跟我鄙视一场炼药术 若是你赢了 那我便加入联盟 如何 骨盒目光灼灼地望着萧炎 话语之中突然涌上一抹狂热 对于当初鄙视输给萧炎之事 他一直有些耿耿于怀 今天 他很想用自己最为擅长的炎药术 再与萧炎较量一番 听得骨盒此话 在场之人除了萧炎之外 其他的人脸色皆是有些变化 骨盒的炼药术 在加玛帝国之中无人不知 与他比炼药术 即便是法马 都是没有多大的把握 你这家伙 换个其他条件怎么样 你你的辈分 与萧炎比试炼药术 可是有些欺负人呢 法马皱了皱眉 说道 对于他的话 骨盒确实不理 只是目光灼灼地望着萧炎 嘴里黑黑道 欺负人 自从上次败在他手中 我便是从未再将他 当作什么小辈 老家伙 你莫和我说 你敢将这个家伙 当成小辈看待 照我看来 恐怕他的炼药术 不会比你低 文言 法马撇了撇嘴 最近他也见过不少次 萧炎动手炼制丹药 自然是非常清楚地知道 萧炎的炼药术 达到了何种水平 至少光从一些表面上来看 萧炎的炼药术 不会比他低便是 萧炎 怎么样 与我比试一场 你若赢了 我便加入炎盟 而你若是输了 那么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 目光平淡地望着萧炎 骨河淡淡地道 在周围几道目光的注视下 萧炎略为沉隐 玄机微微一笑 轻点了点头 说道 既然骨河大师有着念头 萧炎便奉陪便是 只是希望待会胜负分出来之后 可不要再寻找其他借口 不愧是炎盟之主 好多年这加玛帝国 没有炼有师 敢与我这般说话了 听得萧炎这话 骨河不怒返笑 玄机首长一隐 笑道 既然如此 那么便请金屋吧 发骂老头 你们便在外面等着 柳玲 照看一下他们 说完 他便是率先的 转身对着茅屋行去 而其后萧炎也不迟疑 迅速的抬脚跟上 望着两人走进茅屋 然后将大门紧闭 砝码和海伯东 也指得无奈的摇了摇头 然后一屁股坐在一块石板上 喃喃道 老家伙 你说他们谁的胜算更大一些 文言 砝码也是摇了摇头 苦笑道 这个怎么好说 骨盒能够被称为丹王 自然而是有其独到之处 而萧炎那小子明显也不是赏油的灯 从这段时间 他偶尔出手炼制丹药来看 恐怕也是有了六品炼药师的水平 所以啊 这结局难说 一旁正小心地给两人侦查的柳玲 听得法马这话 手中茶壶顿时一颤 茶水倾洒在一旁的石板上 他转过头 目楼汗人地望着那紧闭的房门 他无论如何也是想不到 这才几年时间不见 当初还是一个小小炼药师的少年 如今居然便是达到了与其老师相同的级别 不知道老师能否胜过他 这场所谓的炼药术鄙试 足足持续了两日时间 外人并不知道这两日之中 消夜喝苦何经历了何种激烈的鄙试 只不过从那房屋之中不断涌出的阵阵丹乡来看 能够猜测 这番鄙试并不像想象之中的那般轻松 而就在三人苦苦等待时 第二日傍晚 那紧闭的茅屋房门终于是缓缓开启 两人略有一些狼狈的人仰从中缓步走出 而一见到两人出现 砝码三人几乎是立马窜了上来 迫不及待地问道 谁赢了 这场鄙试的答案 消炎和谷和皆是没有说 只不过在消炎三人回去之后的第二天 谷和便是带着柳陵离开了 这处隐蔽了一年左右的地所 而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则正是帝都 而在谷和宣布加入阎盟时 法满和海伯东心中方才略感凛然 目光擒着一丝难以置信地望着 那微笑的黑袍青年 看来那场鄙试 果然是这个家伙取得了一些上风啊 随着谷和的加入 丹唐的实力自然是越加强横 而对于谷和这个表率 那些帝国之内一些自由的炼咬师 也是开始陆续地选择了加入了丹唐 一时间丹唐的规模迅速扩大 而就在谷和宣布加入丹唐之后的一个月左右时间 闲来无事的消炎 终于是收到了一只从出云帝国飞来的传信鸟 而在摘下信卷缓缓缓摊开之后 消炎的面色却是突然大变 纸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 魂殿人线 速来 第七百八十七章 大统领 消炎立于高阁之上 脸色凝重地望着手中的纸条 片刻后曲指一弹 纸条便是凭空化为一簇火焰 迅速消散 魂殿吗 嘴中轻轻地呢喃着 消炎那漆黑眼毛之中 却是缓缓地涌出森冷沙矣 对于这个组织他恐怕已经说是能够恨之入骨了 因为他的两位最亲近的人皆是落在他们手中 眼中寒芒闪烁 片刻后消炎突然转身 快步行下高阁 如今的他对于那个神秘的魂殿丝毫不知情 想要救出要劳与父亲 那么便是必须对他们有所了解 但是魂殿之人素来行迹诡异 寻常人极难寻见 而此次或许将会是一个机会 只要能够抓住一个魂殿之人 消炎便是能够得知一些与魂殿有关的消息 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心中闪过这些念头 消炎迅速地找到了消炎等人 将情况详细地诉说了一遍 而后者在听得他即将要离开加玛帝国的消息后 也是一证 沉默了好片刻 方才重重地点了点头 消炎也非常清楚 若是让得消炎一直留在加玛帝国 反而间会对他造成一些束缚 那更加辽阔的斗气大陆 或许方才是他大展拳脚的地方 在将一些阎蒙之事交代完毕之后 消炎也就不再有丝毫的拖沓 在帝都中将紫炎寻到 然后便是带着他直接腾空而飞 对着魔兽山脉所在的风味迅速飞躲而去 对于魂殿的人 消炎总是抱于最大的忌惮 因此此次前去出云帝国 自然是需要找其帮手 而美杜莎明显是不二人选 如今的蛇人族已经在靠近魔兽山脉的地域 彻底的铸扎了下来 虽然期间经常与一些魔兽发生争斗 可这对于一些世人的蛇人来说 并不算得什么坏事 在加玛帝国选择繁衍之后 蛇人族对人类的那份戒心也是淡了一些 在族内界限的地方 也设有自由通道 虽然在通道周围 有着世人族战士严加守卫 可比起以往 只要一见到人类 就立马下杀手来说 无疑已经要好上许多了 相必只要再经过一段时间的魔盒 世人族将会逐渐的抛开那种戒意 也是成为加玛帝国的一员了 世人族所在的区域 虽然距离帝都颇远 可以消炎二人的速度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便是直接出现在了魔兽山脉边缘处 目光缓缓地在这辽阔的山脉中扫过 能够看见那些森林之中穿梭的蛇人 就在消炎与紫炎二人 停留在这片区域天空上时 那茫茫森林之中 似乎也是有人发现了他们 当下几道身影也是迅速夺上天空 目露戒备 而当他们在瞧得消炎时 方才一愣 玄机目光之中的戒备淡了许多 几位十恩族的朋友 我有事寻找美杜莎女王 还请指路 冲着这几位十恩族强者 拱着拱手 消炎沉声道 族长正在闭关 你若是要见的话 便先跟我们去见见大统领吧 族中只有他与几位长老 才够资格进入密室之中 一名十恩族强者迟疑了一下 然后开口道 大统领 文言消炎眉头微皱 这个十恩族中仅次于美杜莎的强者 他也是听说过 可却从未见过 偶尔听一些十恩提起 似乎此人正是个修炼狂人 此次加玛帝国与三大帝国开战 这个家伙便硬是在沙漠中 闭关了将近一年时间 待得他出关时 沙漠之中已经变得空空荡荡 若非十恩族有着特殊的联系方式 恐怕这家伙连十恩族都是找不到了 当然光是这样 自然是不会让他消炎如此皱眉 而这个修炼狂人 也正如大多数男性蛇人一般 将美杜莎视为心中的女神 而且由于其实力在族中仅次于美杜莎 因此一般说来倒是最有可能之人 但可惜这中途突然出现了消炼这个拦路虎 所以即便没有与这个人相见 可消炼也知道 他应该对自己抱有不小的敌意 心中闪过这些念头 消炼却只得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道 既然如此便请阁下引路吧 虽说对那位未见过面的大统领略感麻烦 可消炼至少也不会拒他便是 若对方真是不识实物 他也不介意动手 反正这十恩族崇尚强者 只要你将其打败 那么日后也是能省去不少的麻烦 见状那几位十恩族强者 也是颇为客气地点了点头 身形一动便是静止地对着森林之中夺去 其后消炼与紫妍紧跟而上 消炼放心吧 那什么大统领敢叽叽歪歪的话 我便帮你揍他 紫妍似也是知道 那名在十恩族颇为出名的大统领 紧贴着消炼黑黑笑道 你可要给我听话点 不然并不带你离开了 消炼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道 你不带我离开 我就跟柳情林燕那些家伙一样 自己跑出去 紫妍撇了撇嘴 丝毫不怕消炼的威胁 闻言消炼也只得翻了翻白眼 在心中诅咒 林燕那三个混蛋 竟然敢私自逃跑 若是等下次遇见的话 定然要狠狠地叫信一通 在消炼闭关的一年时间中 林燕三人也是因为 待在加玛帝国无聊 因此在留下一段时间之后 便是结伴的离开加玛帝国 迈出游里 不过他们或许不知道 在他们刚刚离开之时 加玛帝国便是爆发了这般大战 在消炼心中诅咒着那三个家伙时 前方森林突然视线 突然宽阔 一个战地极为庞大的部落 出现在了其视野之中 部落依山而建 那形状就像是镶嵌进入山体之中一般 而在部落之内 熙熙攘攘的蛇人来回游动 一些蛇人战士 也是全副武装地站在一些居高点 尖锐的目光随时注意着周围的状况 跟着那名蛇人族强者 萧阴两人一路穿梭 半晌之后 终于是在部落身处的一块广场之上 逐渐地停了下来 在广场之后 是一条一直延伸进入山中的石阶 只不过如今的这条石阶 却是为众多蛇人族强者严加把守 站于广场之上 萧阎目光静止地投向 那延伸至视线尽头的石阶 最后停留在那重重蛇人守卫之中 那里一名光头男性蛇人正紧闭双眸 一丝丝暴虐细细营绕在其周围 那颗亮光闪闪的光头之上 绘满着灰白色的蛇纹 远远看去就像是一条 盘踞的灰白毒蛇一般 令人不寒而栗 目光停留在这光头蛇人身上 萧阎眼眸微眯 他能够感觉到 此人蛇猎在斗舞皇巅峰左右 在整个蛇人族中 除了美杜莎与那四位长老之外 恐怕便是要数此人最强了 既然如此 看来这光头蛇人 应该便是那位蛇人族的大统领了 在萧阎目光投向这光头蛇人时 后者四也是有所觉察 紧闭的双眼突然睁开 成三角形的瞳孔 犹如要吃人的蟒蛇一般 嘶嘶地盯着萧阎 严蒙萧阎 请见美杜莎女王 劳烦通报 对于光头蛇人 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目光 萧阎却是面不改色 拱了拱手 缓缓说道 萧阎 听得这个 最近几乎成为他心中疙瘩的名字 那名光头蛇人 弥漫身体的暴虐气息 顿时暴涨而起 豁然站起身来 你便是那个萧阎 蛇尾一摆 光头蛇人身形 顿时诡异地出现在萧阎 不远处的地方 眼睛紧盯着后者 声音略显阴冷的道 感受到对方话语中的那抹敌意 萧阎眼睛微眯 玄机淡淡地点了点头 见到萧阎点头 那光头蛇人脸庞之上 顿时涌现一抹嗜血战意 也不说半句废话 拳头猛然紧握 清光营绕间 一片片密密麻麻的蛇鳞浮现而出 旋即一声怒吼 拳头夹杂着一股阴寒进风 直接是狠狠地对着萧阎砸了过去 感受着对方拳头之上 那阴寒凌厉的进风 萧阎脸色也是略显阴沉了许多 脚掌轻轻一跺 胸厚的碑绿火焰突然自体内抱涌而出 火焰生腾地面迅速变得干燥 一道道干枯的裂缝迅速蔓延 而周围那些神族的强者 也是脸色惊骇的急忙后退 天性鼠寒的他们最是害怕这些东西了 见到萧阎身体上的碑绿火焰 那光头蛇人眼中也是得过一道经意 然而手下去是并未丝毫停滞 进风更狠 而就在其拳头即将接触到那从碑绿火焰时 一道娇小身影便是突兀的闪现而出 旋即一声娇和 迁徙的小拳头在周围那些蛇人惊骇的目光之中 与光头蛇人接触在一起 接触之差 低沉闷声突然乍响 这一道恐怖进气涟漪猛然扩散而出 紫妍与那名光头蛇人 皆是憎憎的退后了几步 强行稳住身形 光头蛇人目光凝重的看了一眼 那正揉着小拳头的紫妍 然后冷笑着望着萧妍 而就在其即将嘲讽时 一朵巴掌大小的碧绿火莲 却是缓缓地从脸色平淡的萧妍手中飘起 淡淡的冷力声音也是在这边广场响彻 再向前一步 便让你在床上躺几个月吧 眼瞳微缩的死盯着那朵碧绿火莲 光头蛇人咽了一口唾沫 它能够感觉到蜡指中 蕴含着一种极为狂暴的可怕能量 第七百八十八章 邀请帮手 光头蛇人眼神异常凝重的 死盯着那盘旋在萧妍面前的碧绿火莲 在后者那毫无波动的目光注视下 他清楚 若是自己真的再次踏前一步 那朵蕴含着恐怖狂暴能量的火莲 定然会直接暴射而来 小子不愧是阎蒙之主 果然有着一些手段 舌头舔了舔嘴唇 光头蛇人冷声笑道 不过此刻的话语中 先前那对萧妍轻视明显已经进去 那些族中对于萧妍能够打败斗宗强者的传言 道德现在 他也略微有些相信了起来 面对这朵看似精巧的火莲 的的确确实领得他从灵魂深处 弥漫出一丝恐惧 我并不想与你动手 还请通报一声尾杜杀 萧妍眼眸青苔 手掌一抬 碧绿火莲便是落入掌心 他瞟了光头蛇人一眼 淡淡地说道 族长正在闭关 可不能随便打扰 光头蛇人摇了摇头 黑黑道 萧妍眉头微微一照 也不说话 屈指一弹 手中火莲顿时 猛然地冲着光头蛇人飞躲而去 沿途之处在半空中带起一道火尾 宛如一枚细小的流星一弯 乔得萧妍竟然毫不犹豫的便是将这蕴含着恐怖能量的火莲丢来 光头蛇人脸色也是忍不住的变了脸 蛇尾上摆便是急忙后退 然而不管其身形如何退闪 可那朵碧绿火莲却是犹如安装了追踪器一般的紧随其后 于是广场之上便是出现了那颇为滑稽的一幕 那在众多蛇人眼中被视为族内除族长之外的第一强者 竟然是被一朵小巧的碧绿火莲追得四处逃闪 这一幕令得周围那些蛇人面面相取奸 看向那只是手指微动的消炎的目光中 也是隐隐夹杂着一股隐晦汗染 妈的你有完没完了 神情再次一闪 光头蛇人望着那再度射来的火莲 顿时愤怒的吼道 火莲缓缓地滑行 最后在距离光头蛇人两三米外的半空中悬浮顿住 从中释放而出的炙热温度 令得那光头蛇人额头之上不断地出现细密汗水 哼 现在大统领能否帮忙通报了吗 消炎淡淡地笑道 你 光头大统领咬了咬牙 寻即看了一眼那面前不远处缓缓旋转的火莲 心头也是有些发火 这东西就要爆炸开来 它或许能够保住性命 可下场也绝对不会好到哪里去 给我等着 瞅瞅了片刻 光头大统领终于是随然放弃 恶狠狠地对着消炎说了一句 然后身形一闪 便是夺上了石阶 冲着深山迅速夺去 见到那逃跑速度极为敏锐的光头大统领 消炎微微一笑 手掌一招 那被前者极为忌惮的火莲便是听话的回射而回 巡浮在其手掌之上 最后在一阵奇异的波动中 化为一簇碧绿火焰 窜进其体内 将火莲收入体内 消炎也不理会周围那一道道好奇与敬畏交加的目光 缓缓闭幕 静待着梦一杜沙的出现 在消炎身旁 无聊的紫炎 也是目光好奇的四处打亮 或许是因为先前 他竟然直接应接下了光头大统领一拳 可却毫发无损的缘故 周围那些蛇人对他也是极为的客气 乔得他目光望过来 皆是冲着他和善地笑了笑 随着二人的静等 就在那光头大统领进入深深十分钟左右后 两道光影便是迅速从中闪躲而出 最后悬浮在广场半空徐徐落下 而乔得那守卫光影人 广场周围的蛇人 以及那些护卫 皆是联盟的恭敬万身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蛇人族 能在蛇人族拥有这般威望的 自然只有美杜沙 他在落下地后 乔得萧炎二人 不由得有些惊异地说道 采灵姐 见到美杜沙现身 紫妍倒是雀跃一声 旋即兴冲冲地跑了过去 一头撞进前者怀中 牵手揉了揉紫妍的小脑袋 美杜沙脸颊之上 也是流露出一抹动人微笑 这到平日极为罕见的笑容 倒是令得一旁那光头大腾领看得呆了 采灵姐 这个光头刚才竟然敢对我出手 要不知紫妍寄生到了窦黄 恐怕就一拳被他打死了 脑袋在美杜沙怀中钻了钻 紫妍突然指着一旁的光头大统领怒声道 见到紫妍这一出啊 萧妍与那光头大统领额头之上 皆是冒出了些许冷汗 这个小家伙竟然还敢告状 美杜沙轻轻拍了拍紫妍脑袋 然后美眸淡淡地瞥向了一旁 光头大统领一眼 而后者顿时立马身形一颤 甘笑道 组长 刚才那只是误会 我只是想试试 那个萧妍的身手如何 可不是想对这个可爱的小丫头动手 从美杜沙对待紫妍的态度来看 这光头大统领自然是明白 这两个人关系有多亲密 当下赶忙出言讨好 然而她确实没瞧见 在她话语落后 美杜沙戴眉顿时微微皱了皱 牵手一挥声音平淡地道 萧妍是长老们承认的食人族贵客 岂是你想出手便出手的 等会儿自己去折哭 一个月后出来 文言光头大统领脸色顿时耸了下来 确实不敢反抗 只能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 你先退开吧 将光头大统领浅开 美杜沙拉着紫妍环步走向萧妍 美眸微台 说道 有事吗 瞧得美杜沙那平淡的脸色 萧妍挠了挠头 宣记无奈地说道 想请你帮个忙 小一先传来消息 在初云帝国发现了魂殿之人的踪迹 所以 有那位魂殿之人的一些情报吗 比如说 他的实力 美杜沙沉吟道 没有 不过我想 我们三人若是加起来 即便是遇见那位误护法 也是能够将其留下 萧妍摇了摇头 说道 如今的萧妍已经成功地进入窦皇 面对着窦宗强者 也不再像当年那般的要拼出半条命 而且现在不仅多了个美杜沙 还有一名丝毫不逊色她的小一先 这般阵容 想必即便是放眼窦气大陆 也能够算作颇为不弱 美杜沙眼眸微动 秃自有些不放心地说道 这样算 倒的确是不错 但我并不放心那位小一先 而且此次 还是深入初云帝国 那里是她的底盘 万一她搞些手脚 文言 萧妍只得在心中翻了翻白眼 女人间结了仇啊 果然不好化解 看来 想要令得美杜沙相信小一先 还需要不少的时间呢 算了 既然你相信她的话 那就随你吧 免得我说了 你在心中怨我小肚鸡肠 乔得萧妍那苦笑的模样 美杜沙嘴角一撇 挥了挥手 淡淡地说道 乔得美杜沙那抬起的牵手 萧妍一正 不由自主地伸手抓住 望着那掩藏在袖中手臂上的一条伤痕 眉头一皱 问道 你受伤了 怎么回事 被萧妍当着这么多族人的面 抓住手 美杜沙那妖艳的脸颊之上 也是浮现一抹红韵 赶忙抽回 嘴中道 小商 这块地方靠近魔兽山脉 我们要建造部落 自然是需要大型土木 结果惹来了不少实力强悍的魔兽 这是在一次交战中 不小心被一头魔兽所抓 为什么不找人来阎蒙找我 以阎蒙现在的实力 足以帮你们弄一块安全的地带出来 萧妍皱眉道 这些事我又不是不能解决 就不用麻烦你们了 美杜沙微笑道 对于萧妍此刻所流露出来的淡淡温怒 她的心中有些舒服 你什么时候动身 不想在这个话题上过多纠缠 美杜沙话音一转 问道 越快越好 萧妍沉声道 那你等我一会儿 我将族中事物交代一下 然后便随你去 文言 美杜沙也没有丝毫的迟疑 点了点头便欲转身 确实一把被萧妍一把拉住 在她一冷间 能够听到对方嘴中传来的一道滴滴声音 谢谢了 听得此话 美杜沙一正 旋即微微一笑 说道 就当是请你炼制天魂容血丹的报仇吧 女霸 她牵手一动 便是脱离开来 对着部落一处意识厅闪躲而去 望着美杜沙的背影 萧妍轻轻叹了一口气 心中满是一股复杂情绪 此行前去出云帝国 危险性自然是不言而喻 而且如今加马帝国逐渐安定 蛇人族也是刚刚迁移 族内事情定然不少 而她依然未曾拒绝 萧妍并非是铁石心肠 对方这般尽心计力 她心中也是有着一分淡淡的感动 唉 嘴中发出一道惆怅叹息 萧妍拍了拍子言脑袋 心中也是略微有些紊乱 她帮了自己太多了 第七百八十九章 赶往初云 美杜沙安排一些事物 并未要去太久时间 仅仅大约半个小时左右 她便是将所有事情安排妥当 最后便是与萧妍二人 迅速地离开世人族领地 开始对着帝国边境飞躲而去 帝都距边境处有着不远的距离 即便是以萧妍几人的速度 可也是在傍晚时分方才到达 出云帝国边境处的一座山峰之上 三道流光自远处闪躲而来 片刻后便是化为三道人影 出现在了山峰之顶 前面便是出云帝国了 据说这个帝国之内独师横行 日后形势可得小心点 居高临下地望着 射线尽头处的一座模糊要塞 萧妍片头对着美杜沙二人提醒道 二人微微地点了点头 美杜沙看了一眼身旁的紫妍 迟疑了一下说道 你确定要带上紫妍 此行去出云帝国 可不是什么油玩 突然听得美杜沙这话 紫妍顿时小脸一急 她也不乐意单独一个人待在加玛帝国 那多没意思呀 放心吧 不要小看这个小妮子 她如今也是斗黄强者 再加上那股恐怖的怪力 即便是寻常的斗黄巅峰强者 都能抗衡一下 而且真要是到了生死关头 恐怕她的保命招数 比我们谁都强 萧妍揉了揉紫妍的脑袋 笑着道 文言美杜沙也是想起了 当初在云蓝山 紫妍竟然是凭借动武王的实力 接下了误呼法一击的事情 当下也就不再多说什么 冲着紫妍微笑道 既然如此 那便跟上吧 不过仙芸你说好 这次可不能再有丝毫的调皮 不要碰的东西 千万不要碰 出云帝国的强者 大多多身上带着一些下三滥的毒药 见到美杜沙松口 紫妍赶忙点着小脑袋 哈哈 既然如此 那走吧 独宗总部在出云帝国中心的一座城市之中 距离那里可还有着一段距离呢 萧妍笑了笑 说道 美杜沙微微点头 旋即拉着紫妍 两人身体迅速浮空 旋即借助着叶色的遮盖之下 对着出云帝国急速地飞躲而去 而在其身后消炎紧跟而上 出云帝国的疆域并不比加玛帝国弱 甚至从某一个方面来说 还要比加玛帝国辽阔许多 不过与加玛帝国相比 这个帝国却无疑是要显得凌乱许多 毒师 这个在加玛帝国几乎被人人唾弃的职业 在出云帝国却是发展的异常茂盛 一座城市之中 几乎是随处可见 一些身着毒师袍服的人 在出云帝国之中 有着一种在加玛帝国很少见到的遗墨 那便是毒物的出售 在这个帝国的每一座城市之中 都是有着一些专门用来出售一些毒物的商谱 只要一切与毒有关的东西 都是能够在这些地方购买的 毒性越强的东西 价格则是越加昂贵 在出云帝国有一种斗器 比其他属性的斗器皆是要多上无数倍 出云帝国的人将之称为毒斗器 毒斗器又是有着无数分支 不过大致也是相同 便皆是蕴含着剧毒 当然这种毒的毒性 自然不是正常属性 而是人造的变异产物 一般的人 在还未成为一名斗者之前 便是需要将身体 浸泡在一些毒水之中 然后在其内修炼 这样随着毒性的慢慢浸体 最后便是会与体内斗器产生交融 而带得时间长久了 原本正常的斗器 则是将会变成 拥有着不同属性的毒斗器 与寻常斗器相比 毒斗器在杀伤力 的确有着一些优势 不过毒毕竟是毒 这一东西不分敌我 随着修炼的加剧 身体也是会在剧毒的腐蚀之下 变得越加削弱 除非能够晋升为斗王强者 否则寻常修炼毒属性的人 寿命将会比普通人低上许多 而且身体之内夹杂了重重的毒性 总是会导致一些人性格出现偏差 而这也导致出云帝国之内 颇为混乱 切磋拼斗之事 比起加玛帝国 无疑是频繁许多 而且或许是因为 有着体内毒气随时随刻都会攻心的缘故 出云帝国的人修炼起来 也是要更加疯狂一些 因为谁都知道 若是达不到斗王级别 那么自己所修炼的毒斗计 迟早会吞噬掉这条命 而有了这种死亡的压迫 出云帝国的修炼风气 到底确实有些疯狂 而也正言为如此 真要说起来 出云帝国民间所隐藏的强者 或许要比加玛帝国多生不少 这些强者一般很少会加入什么大势力 而是各自为战 拼了命的努力修炼者 以希望自己能够彻底的脱离体内毒性的侵蚀 总体说来 这个国度比加玛帝国要显得更加混乱与危险一些 当然这种混乱程度 与根本就没有律法制度的黑角域相比 则是要显得弱上不少 毕竟这里再怎么说 也是有个出云皇室 以及那个庞大的独宗统治者 萧炼三人用了将近四天时间 方才经过长途跋涉 进入到了出云帝国的中心位置 这一路行来 对于出云帝国的混乱 三人也是有所了解 特别是在乔德一些斗殴中 便是四处潑洒的毒物 心中对于这个帝国的危险性 又是提高了不少 而在了解到这些之后 萧炼心中也是不由得 再次对小一仙的作为而惊叹一番 能够在这种混乱之地 组建那近乎统治了三分之一个 出云帝国的庞大势力 这之中恐怕是付出了无数血腥 在这出云帝国寻常温和手段 恐怕很难将这些性子偏激的强者收服 而血腥手段方才是最有效的一种 而萧炼能够想象 小一仙凭借着一介女流 想要将独宗扩建到这个地步 一路而来 不知脚下布满了何其多的枯骨 独宗总部坐落在出云帝国的中心处 在那里有着一座名为天独城的城市 而这个城市则是里里外外 尽数掌控在独宗的手中 甚至可以说 这个城市便是独宗的统治之地 在这里 即便是出云帝国的皇室的人 也是没有丝毫的指挥的权力 这座天独城 被无数出云帝国的毒师奉为心中圣地 因为历代一些出云帝国的最强势力 皆是将总部设立于此 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毒师朝拜 天独城在出云帝国名声极广 因此硝烟三人仅仅是随意打听 便是得知了具体风味 而以三人的速度 花费了大约一天时间 便是抵达了这座被奉为圣城的城市 站在天独城之外的一座山峰上 风尘仆仆的硝烟三人 皆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此刻的三人 装束都是略微有些变化 美杜莎更是直接在头上戴了一个斗篷 这一路而来 因为她那出色的容貌 引来了不少的麻烦 而对于那些心怀不轨的家伙 美杜莎自然是没有丝毫的留守 但是那些凡人的苍蝇 依然是络绎不绝 道德最后 即便是以她的心狠程度 也是只得无奈地用董篷 将容貌遮掩了起来 这样下来 那赶路方才能够顺利许多 没想到如此庞大的城市 竟然全是独宗所掌控 看来这独宗在出云帝国的地位 比阎盟在加玛帝国要高上许多呀 望着那下方庞大城市 萧炎嘖嘖灿叹了一声 你的手段没有他那么狠 你若是愿意将皇室的人尽数杀一遍 并且血洗其余各实力 那加玛帝国 也能彻底是阎盟的天下 而且还无人敢有丝毫意义 美杜莎淡淡地说道 文言萧炎苦笑了一声 说起来她还真做不到 需要进城吗 美杜莎也并没有在这个话题上 过多停留 随口问道 不用 萧炎笑着摇了摇头 旋即手一动 一枚灰色玉片便是出现在手中 然后轻轻一捏 将之捏成粉末 做完这一切 萧炎拍了拍手 直接是在山峰之上盘坐而下 微笑道 接下来便等着吧 她应该很快就会来了 希望来的不是一堆毒宗强者 美杜莎撇了撇嘴 说道 听得她的话 萧炎不由地无奈地摇了摇头 看来她对小一仙 依然是有着不小的芥蒂 不过对于这种事 她也是无可奈何 或许日后两人处久了 就会好一些吧 心中这般想着 萧炎目光缓缓缓地 在天图城周围扫过 深吐了一口气 拳头却是逐渐紧握 漆黑眸中寒芒涌现 魂殿的家伙 给我等着吧 第七百九十章 万歇门 当萧炎三人在山峰之上 竟待了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后 一道模糊黑影 终于是突然出现在视野之中 最后几个闪躲 便是凭空出现在了 这片山峰的半空上 人影的夺来 自然是引起了 萧炎三人的注意 当下皆是暗中警备 带着黑影出现在半空时 并且露出那一头 标志性的白色长发时 三人方才轻松了一口气 抱歉 刚刚宗内在商议事情 所以来得有些晚了 满腰轻扭 小一心缓缓地降落而下 冲着萧炎轻声道 在说着话时 她目光在紫妍 与后面的美杜莎身上 扫了扫 乔德后者头上斗篷 不由得淡淡地说道 又不是没见过 何必带个斗篷 难道以为这便 不会认出你来吗 听得小一心这话 萧炎便是在心中 无奈地叫了一声糟糕 果然 就在小一心话音刚刚落下 那美杜莎头顶上的斗篷 便直接化为一道黑影 带起灵力进风 对着小一心狠狠涉取 目光盯着 那豹蛇来的斗篷 小一心身形纹丝不动 屈指一弹 一道进风射出 最后与斗篷狠狠狠撞在一起 顿时爆裂开来 真要隐藏刑迹 凭你 也能寻出本王 斗篷射出 美杜莎那妖艳容颜 也是显露而出 她目光冰冷地 望着小一心嘲讽道 在这出云帝国 没有我寻不到的人 小一心丝毫不让步地冷笑道 够了 都安静点 找你们来 不是看你们吵架的 乔德这一见面 便是开始互相炮轰的两人 萧嫣顿感头痛 只能怒声喝道 在萧嫣怒喝之下 两人再度地冷湿了一眼 这才撇开视线 小一心 你有魂殿之人的消息了吗 见到两人安静 萧嫣这才 微微松了一口气 开口询问 此行的最重要的事情 嗯 在我回到出云帝国时 那魂殿的人 便用来找过我一次 不过这次 他似乎对我 并没有将你抓获到手 而感到有些愤怒 在争辩了几句之后 便是离开了去 此次我多留了个心眼 逐渐地 发现了此人的行踪 小一心点了点头 缓缓地说道 他实力如何 萧嫣眼盲闪烁 沉声问道 不会比我低 不然的话 他也不敢在我面前嚣张 小一心沉吟道 玄尽目光瞥了美杜莎一眼 说道 若是我们三人联手 也许能够留下他 萧嫣微微点头 眼眸之中 跳动着歇血亢奋 从当初与要老四处逃生 躲避的情况相比 如今的他 已经能够开始主动 寻找魂殿之人 获取情报 这之间的差距 简直是天壤之别 而这也足以说明了 这几年之中 萧嫣的成长 或许 只要给予他足够的时间 日后 或许真会是有资格 与魂殿正面抗衡 我们三人对付那魂殿强者 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不过棘手的是 有个魂殿的家伙 与一方势力有些瓜葛 若是要动手的话 恐怕要与这个势力有所冲突 小依仙迟疑了一下 缓缓地说道 不是说这出云帝国 一些独师势力 已经基本被独宗清理了吗 文言萧嫣一政 说道 清理倒是的确清理了不少 不过这个名为万仙门的势力 确实例外 其宗门之内 有着一位很多年前 便是在出云帝国 名声吉祥的老家伙 如今虽说他很少再出现 可却的确还活着 上次准备清除万仙门时 便是惊动了这个闭关的老家伙 当时我与他交过一次手 的确很麻烦 小依仙无奈地说道 而且 这万仙门之下 也有着不少的强者 虽然平日颇为低调 也不如和插手帝国之事 可在出云帝国 也的确拥有着不小的分量 小依仙眼眸 寒芒微微闪烁 显然对于这个万仙门 他也是略微有些忌惮 听到此处 小依仙面色也是逐渐阴沉下来 如此说来的话 要抓住那个魂殿的人 岂不是要与那个万仙门开战 但如今在这出云帝国 阎蒙强者也是难以支援 动手的话 也是极为棘手的 既然他能让你来 自然是有所打算 不妨听听他的意思 见到萧炎的脸色 美杜莎淡淡地开口道 文言萧炎一正 也是将目光投向小依仙 目光披了美杜莎一眼 小依仙微微点头 沉吟道 最近这段时间 不断传来万仙门 与独宗的一些冲突 前不久我们抓住了 一名万仙门的人 从中得知 似乎这个一向低调的势力 貌似想要对我独宗出手 据我所料 这之间 恐怕也是有那个 魂殿之人煽动之故 不然的话 以歇山那个老家伙的性子 可不会干不出这种事来 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宗内经过商谈 决定先发指人 在万仙门还未开始动手之前 直接将他们清除掉 小依仙眼中 闪过一抹凶芒 目光望向消炎 说道 若是说以前 真要拼起来 也不见得能将万仙门拔除 可这次有你们之后 或许把握将大增 瞧吧 原来是找你过来当打手的 美杜莎嘴角微瞥 冷笑道 美杜莎 你不要太过分了 不要以为 本宗会怕了你 听得美杜莎此话 小依仙脸色顿时冰寒 怒声道 你若是觉得我拆遣你来当独宗的打手 大可现在离去 我绝不阻拦 美杜莎眼眸微瞇 刚欲说话 确实瞟见消炎那逐渐涌上的些许怒意的脸庞 当下只得咽一下话 说道 希望是本王胡乱猜测吧 若是再吵的话 我们自己去寻找那魂殿之人 你们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吧 消炎抬了抬眼眸 此次却并未怒吓 而只是声音平淡地说道 然而就是这般平淡的话语 确令得美杜莎与小依仙皆是连忙闭嘴 他们都是能够感受到消炎心中的不耐与怒火 一旁紫言乔德被消炎震得皆是闭嘴的两人 顿时幸灾乐祸地黑黑笑了起来 既然独宗的目标是万歇门 我的目标是万歇门身后的魂殿之人 那我们自然是能够合作 将两人震慑而下 消炎目光转向小依仙 沉声道 放心 我心中不会认为你是想找打手 才把我从加玛帝国找过来的 我若是不相信你就不会赶来 话语落下 消炎乔德小依仙 那欲言又止的模样挥了挥手 说道 文言小依仙轻松了一口气 轻声道 既然如此 我们明日便动手 独宗之内 为这一天 也准备了许久时间 随时可以开动 消炎微微点了点头 沉吟道 那位万歇门的老家伙 实力如何 应该是在三星斗宗左右 一身独宫 也是极为狠独 当年也算是出云帝国 显赫一时的凶星 只不过最近这些年 一直在闭关修炼 所以倒逐渐的销声密集起来 但老一辈的人 还是能够记住 那个狠辣的老家伙 小依仙目露凝重地说道 显然对于那个老家伙 他也是颇为忌惮 那老家伙 应该是叫歇比岩吧 一旁的美杜莎 眼眸闪烁了一下 突然说道 哦 你知道他 文言小依仙和硝炎皆是一种 嗯 当年还交过手 不过我在刚成为组长的时候 他便已经是出云帝国有名的强者 当时还交过一次手 那时候的他 还只是一名斗皇强者而已 没想到这么多年后 不仅没死 还进入了斗宗 美杜莎缓缓地说道 对了 当年海伯东也与他交过手 不过最后却失败了 加玛皇室那个嘉行天 倒是与他交手过好几次 都是略战上风 不过可惜 如今的歇比岩 已经是斗宗强者 他还在斗皇巅峰徘徊 若是他知道这个消息 恐怕得颓废许久 但总体说来 当年的加玛帝国 与出云帝国强者之争 这个歇比岩算是 大出风头 压过了不少 加玛帝国的强者 听得这从美杜莎嘴中 吐出来的当年的一些事 萧妍也是略感惊异 没想到那个歇比岩 还是严蒙一干长老的 老对手 万仙门应该便是 属他最强 只要将这个老家伙 掐定 其余的除开门主歇山 以及几位长老 都不算什么棘手的 只要交给独宗 那些强者便行 小依心也是微微点了点头 玄机沉吟道 若是算上那名 魂殿强者的话 万仙门便是应该 有着两宗斗路 万仙门便是 应该有着两名斗宗强者 我与他应该能够应付 更何况 萧妍你还有着 足以击伤斗宗强者的底牌 这场交手 我们胜算应该不小 文言萧妍一笑 点了点头 说道 既然如此 那么明日便动身吧 也让我来瞧瞧 这位当年 能将加玛帝国 重强者压下的人 能有何等能耐 当然 还有那名魂殿之人 他才是此行最为重要的目标啊 说着这句话时 萧妍脸色略显有些森染 第七百九十一章 无牙 独宗对万仙门的这般举动 明显是早有准备 因此 在萧妍三人 到达天独城的第二日 独宗这尊大机器 便是迅速地运转了起来 无数人被派遣而出 然后 以零星散撞之态 暗中汇聚在万仙门所在的天蝎山脉中围 减近三天时间 便是暗中将这里 里里外外的尽数封锁 当然 虽然独宗的这般大规模举动 或许能够瞒得住一些外人 但明显瞒不过 眼线同样是不少的万仙门 所以 在独宗的人 开始逐渐地出现在天蝎山脉周围时 万仙门便是有所觉察 于是 两方势力的摩擦 也终于是进入了最激烈的程度 几乎每天 在那天蝎山脉之中 都是有着不下白起的种种厮杀 而双方的人马 也是在这种冲突中各有损伤 起初尚还好 只是一些底层之人 在偶尔相遇下动手厮杀 而直到最后 随着独宗强者的感到 双方强者也是开始有所交手 一时间 这一项颇为安静的天蝎山脉 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热闹之中 而随着这种双方冲突越加的激化 小一仙也是带着宗内顶尖强者 出现在了天蝎山脉 独宗所驻扎的营地之中 独宗所选择的这方营地 距万歇门的总部并不远 彼此之间只是隔着一条 深不见底的山剑而已 在山剑山壁之上 布满着无数色彩斑斓的独蝎 山剑宗所营绕的毒物 也是栩栩翻腾 透着丝丝腥味 营地防守极为森严 即便是天空上 也是有着无数眼线交叉扫视 若非萧炎三人一路跟着小一仙 恐怕即便是他们二人的实力 也难以如此顺利地进入其中 如今的萧炎三人除了紫炎之外 萧炎和美杜莎的容貌 皆是有着一些变化 毕竟二人在上一次大战之中 给独宗一些强者 留下了不浅的印象 若是直接以真面目见人 恐怕也会惹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而改换容貌这种事 在出云帝国并不罕见 毒师总是喜欢剑走偏锋 搞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出来 而一种名为换兽皮的道具 则是能够将人的容貌稍稍作为一些改变 当然只要将这东西取下来 容貌自然也就是恢复原样便是 不过这幻兽皮也分等级高低 所能制造出来的真伪效果 也是有着很大的差别 但以小一仙在出云帝国的地位 给予二人配备的自然是最好的幻兽皮 如此一来应该便是很少 有人将之能够分辨出来 一路穿梭过防御森严的营地 最好硝烟三人跟着美豆沙 在中心位置的一处 巨大帐篷之外停了下来 此刻的帐篷之处 也是有着不少独宗强者簇拥在此 显然是收到了小一仙到达的消息 双方见面略作寒暄 小一仙便是挥了挥手 淡淡地说道 经账谈吧 把最近的形式详细说一说 宗主 这即位是 一名战于众人守卫的老者 突然目光扫了扫 小一仙身后的消炎三人 玄机皱眉道 这位老者明显在独宗之内的地位 很势不低 一身淡履袍芙 最引人注意的是 其脸庞之上竟然绘着一条 积黑色的乌公 再配合其脸庞之上的皱纹颤动 乌公就像是活物一般 浑浑蠕动 给人一种扑名而来的阴寒杀气 消炎的目光在其身上多扫了几次 在瞧得其脸庞之上漆黑色的乌公时 心中突然闪过在来时的路上 小一仙所说的一些关于独宗之内的事情 独宗因为成长得太快 所以并非消炎想象的铁板一块 其中也是众多派系交杂 而这位脸上有蜈蚣的老者 名为乌鸦 实力也是在斗红巅峰左右 当年原本是出云帝国的吴天府的首领 可最后却是主动的降于大肆扩张的独宗 而后成为宗内一名位高权重的长老 平日里拉拢了不少宗内强者 即便有时小一仙的命令 他也是能够出言相抗 当初初云帝国撤兵 宗内最大的反罪者便是这个老家伙 听得无涯的问话 也是有一些独宗强者 将目光投向了消炎三人 目光最多的自然便是停留在紫炎身上 对于这么一个粉雕玉琢般的小女孩 竟然也会来这般凶险之地 他们似乎也是很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他们都是我请来的朋友 怎么 无长老有什么问题 似乎是早料到乌鸦会有此疑问 小一仙眼睛连台都未台 淡淡地说道 老夫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此次与万仙门的大战 关系到我独宗日后在出云帝国的声望地位 自然是要谨慎许多 所以宗主若是要请外人帮忙 可是要多加小心呐 听得小一仙的话 乌鸦左眼之中闪过一道一芒 玄机目光仔细地在消炎三人身上扫过 而在发现消炎三人实力皆是指在窦黄级别时 脸庞之上的皱纹微微抖了抖 当然以他的实力自然是看不出美杜莎的深浅 因此在后者压抑的气息之下 也认为他只是一名窦黄而已 不过宗主 这种场合的大战 光凭三个窦黄 或许并没有太大的效果吧 有没有效果 日后自然便知 吴长老 今天的你 似乎意见很多 见到这老家伙三番四四地借此发言 小一仙面色也是浑浑地冷了下来 说道 呵呵 宗主哪里话 我这也是为独宗着想啊 毕竟这次大战 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瞧得小一仙的脸色 吴雅也是笑了笑 对于前者 他心中还是略有几分忌惮的 自然也是不敢真的太过分 他同样十分清楚 若非是如今 他在独宗之内拥有着不敌声望 恐怕早就被小一仙给清除了 我请来的人 自然是放心 小一仙微微皱眉 玄机挥了挥手 也不理他 直接是对着帐内行去 那些门口的独宗强者见状 赶忙让路 硝烟三人紧跟而上 在路过乌涯时 硝烟目光不着痕迹地瞟了瞟 这个老家伙 竟然敢在这么多人面前 质疑小一仙的话 看来果然如后者所说 他在独宗之内的势力 已经颇为壮大 得提醒一下小一仙 小心一下这个老家伙啊 独宗虽强 可内部却不稳定 这个老家伙或许会是最大的一个不安分点 心中闪过一道念头 硝烟也是走进了宽敞的帐篷之中 帐篷之外 乌鸦笑眯眯地望着硝烟三人的背影 带得他们进入帐篷之内 眼中放在不着痕迹地掠过一抹阴沉 玄机迅速地消失不见 抬头对着身旁的独宗强者笑谈道 也是进入了帐篷之内 帐篷之中众人分析而坐 硝烟三人随意地坐于小一仙身旁 下面便是一杆独宗强者 落座之后 小一仙也是没有丝毫废话 直奔主题 沉声问道 万歇门的人与我独宗纠缠了好几天时间 已经开始收缩防险 如今门内之人 几乎大部分都是被收拢在了万歇门之上 而这段时间的交锋 我独宗也是损失了不少人 甚至还因为一次冒失追击 损失两名斗亡强者 那无牙目光环视了一圈 干渴了一声 玄机率先道 文言小一仙皱了皱柳眉 独宗整体实力要比万歇门强上不少 怎么会损失比对方还要惨重呢 宗主 据我这段时间的观察 似乎每一次 我独宗稍稍有比较大的轻角举动 似乎对方便是会率先的知情一般 围剿之地的万歇门精锐人员尽数撤离 只留下一些无关紧要的底层人员 而且我独宗的防险 只要哪里稍显薄弱 那么便是会立刻的遭受到对方的大部队袭击 造成不小的损失 乌鸦脸色略有些难看的沉声道 照老夫的猜测 恐怕我独宗之内有着万歇门的内金 此言一出 大仗之内顿时一片哗然 所有独宗强者皆是目光四处扫视 看向同伴的目光时 也是隐隐擒着一丝警惕 望着那略有些混乱的大仗 小一些眼中也是闪过些许寒芒 如果独宗之内真的有万歇门的内金 那么他们的一举一动 岂不是尽数地暴露在了对方的眼睛中 萧炎坐于一旁 冷眼地看着帐内的变化 不过其目光所停留最多的地方 反而是那首先说出宗内 或许有内奸的无涯 如今的他呀 可不是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子 一些老奸巨华的家伙 他也同样是见得多了 唉 看来小一仙的这独宗宗主 也是当得不是那么轻松啊